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戴拉基翁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那麼目前五星團體戰的頭目 將是三劍克最後一隻的戴拉基翁 那論CP的話它是三劍克裡面最高的 相對的才大四聯盟發揮會比較好 那我們在前幾週的影片也有看過 狗帕洛翁跟B吉翁帶著聖劍甲2連梯的組合 配合著炎石吸大招尖石攻擊去出擊 不過戴拉基翁卻擁有著比尖石攻擊能量上更短的炎崩 加上是他自身屬修傷害量也非常的足 以至於他在眾多神獸的大四聯盟裡 也能夠有效的壓制對手 那我們就來看看戴拉基翁在對戰裡的表現如何 是否值得你在這次活動裡大量捕捉吧 總是希望能夠在工作之後留給自己一點喘息的時間 像是丹尼也會在工作之後開啟迪斯尼家的串流平台 來欣賞最新的漫威電影或者是影集 就是想好好的放鬆一下 不過串流平台的影片會受限地區的不同 導致無法搶先第一波體驗最新的內容 這也算是追劇觀眾時常遇到的困擾 這次丹尼要來介紹這一款讓你跨區看影片或是玩遊戲都能暢行無阻 它就是ShopShop VPN ShopShop VPN是目前最多人在使用的網路跨區平台 它能夠支援各種的硬體設備 幾乎需要網路連線就能夠使用它 加上操作簡單註冊即用 幾秒鐘的時間就能夠轉移你的IP到你想去的地區使用 像是如果你使用網頁觀影 點擊右上角ShopShop VPN的圖案 就能改變串流平台對應的地區 觀賞當地最新的影集就能不被任何劇透的情況下 享受第一首的最新內容 也能夠同步欣賞台灣沒有上架的影片 可以說是非常實用啊 如果你還在思考是否購買 那丹尼抱你一個好康 現在ShopShop VPN有特惠活動 立刻點擊資訊欄網址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DannyD 就能取得獨家優惠外加最多6個月免費服務 原本方案是只有送3個月 也因為這特惠活動剩沒幾天只到11月底而已 而且裡面還包含30天內全額退費保證 所以你還在等什麼 趕緊點擊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感受ShopShop VPN帶來的跨區體驗吧 而除了ShopShop VPN之外 也能使用更高級的套餐ShopShop1 來加強個人隱私及安全 這邊也提供給觀眾更多的選項 好 那麼今天有幽龍玩家再次來提供對戰影片 目前的分數在3000分左右 使用的陣容是戴阿基隆 球雷姆以及薩路德 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一場 好啦 首場看到烈空座 這邊格鬥器打飛行減傷 所以相對是比較弱勢的 但是2連T的出招數非常快 還是有辦法去打擊飛行系的烈空座 所以雙方看起來應該算是平平啦 好 首先吃到一個廣域破壞 切齊出招的情況下 攻擊數給烈空座 導致這邊攻擊下降一階 這傷害量肯定是有一點低 不過烈空座也是稍微重傷了 中途讓球連姆上來緩衝 對手換角速度偏慢 所以導致他的烈空座剩一滴血 幾乎是殘廢了 然後對手第二隻是迪奧卡上來 迪奧卡完全壓制球連姆 但是我們可以用冰封世界盡量加攻擊力 衍生給後面隊友 那今天在配陣上來說 是有點稍微防範 超音利息跟飛行的主要搭配方式 像是飛行的話 如果看到洛奇亞 沙烏德其實也是可以打 只是如果是伊佩爾塔爾 或者是鳳王的話 可能戴阿基隆的用途就會比較辛苦一些 好 此時球連姆下場了 但是因為戴阿基隆的血量上有點低 因為玩家以防衛力是保住了 開個盾擋住鐵頭之後 2連踢把這個迪奧卡踢下去剛剛好 還擊到了一個招式 烈空座還來不及出招 他剩一滴血 只是剩下切交擋住的用途 所以他是不會上來的 而我們的招式可以直接打最惠之 結果對手最惠之 竟然是蓋奧卡上來 蓋奧卡的話 因為我們本身岩石系怕水嘛 是會被他壓制住 但是我們最惠之角色 剛好是煞路的 也能夠去打擊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飛行跟超越力之外 其實在水系的部分 目前蓋奧卡是比較常見的 那球連姆本身的龍系能夠抗 加上薩露德的草系也能夠打擊 不過對手此時竟然算準的時間點 跟我們切掉擋招 這邊能夠切掉算是比較意外的 因為兩T對三T 好 對手的蓋奧卡 此時時這邊是出招了 我們這邊擋招 但是他選擇衝浪出來 其實他還看起來普普 而且接下來他是用使用暴風雪打到我們才會贏 那槍傷不足 最後被我們藤邊編下去了 所以他雖然有一個漂亮的切交掌招 但是整體上來說是沒有差別的 好 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的話看到DL5卡 DL5卡的話 帶到機攻算是順風 格鬥性能夠打剛 不過都有換角了 超夢上來 超夢上來選擇薩露德 好 此時對手擊到了冰凍光束的氣量 會不會是冰凍光束版本的超夢呢 這邊出招之後 結果精神擊破出來 本身2系雙抗超能 這殺量非常的低 那有可能他配暗影球加精神擊破啦 所以運玩家是打算第二下也不打 那這邊還是精神擊破出來 看起來明顯啦 這就是絕對雅致了 竟然把槍傷容到最滿 因為20波動直接把他收掉 超夢的話就是運氣運氣看怎麼配招啦 但對手這樣配招的情況下 稍惡是不怕他的 然後剩下的血量用藤邊把他變下去 就可以用非常高的能量 去面對到DL5卡 2系確實在大生猛的環境中是比較少的 比較常見就是沙烏德跟伊佩爾塔 只要你能夠賭到超夢或者是鬼龍 相對用2系的寶可夢就會非常大的優勢 好那遲遲2字波動先出去 稍微耗血就好了啦 戴阿基隆上來就可以2連T把它踢下去 最理想 而且目前血量也沒有到太多 好那再補他一個2字波動 對手DL5卡已經殘血了難道會輸給... 欸沒有這邊中途是切腳 但是很可惜2連T切下去的瞬間 對手就出招了 那戴阿基隆這邊是開盾擋招 對手使用的招是鐵頭 鐵頭出來 岩石系是怕鋼的啦 這邊擋作OK 畢竟目前的角色數量是比較多 能夠去打座位置 那他作為角色的其他定額上來 一連夢下去三分之一的血量 並不是特別痛 但是還可以啦 盡量耗血 加上最後一隻球雷姆 基本上這場已經結束了 這場的話比較屬於一個三Counter啦 這場最大的關鍵就在於超夢的配招啦 如果他有配用光束 或者是蒸氣彈 有辦法去壓迫一下薩烏德的話 可能是可以稍微扭轉的 不過當對手並沒有演到蒸氣彈的氣量 相對的薩烏德是也能夠吃一下招式看看 好那大家就用下場之後 球雷姆上來了 絕對輾過沒有太大的問題 薩烏德其實算是惡系的大生猛的角色力 但也認為是最強的啦 只是他真的是比較難獲得啦 目前大家手上都有一隻 如果可以先行交換的話 可能會讓這角色出場期率比較高 畢竟惡根草性 屬性的打點算是都有互補到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的話大家集中看到的是蒼翔 搖晶器能夠打格鬥 這邊一定是弱勢 不過前線的事並不是遇到善爾尼亞斯 因為善爾尼亞斯還小招的壓制到 加上他比較坦 比較難處理 大家集中的話 炎崩出去傷害量也是可以 就看一下到底要怎麼打 好一個炎崩出去之後 可以發現蒼翔這邊已經噴半血了 但對手是先等我們出招之後再出招 來防止近身戰的降防御力 導致我們這邊攻擊力打更多 而且他一個近身戰出來 大家集中扛得住 接下來的話他的小招大分咆哮 沒辦法把我們打下去 所以在一個炎崩出去之後 對手一定得擋招 看起來大家集中打蒼翔沒有到非常弱勢啦 如果他以近身戰跟瘋狂伏特為主軸的一個招式組合的話 好對手的近身戰再次出來 不過因為玩家是直接把大家集中給放掉了 那對手防禦下降事件 依照這狀況的話藤邊是可以把他編下去 那甚至開盾檔 結果是稀鬧加近身戰的組合 那他應該選擇稀鬧去打大家集中會比較好 只是他可能會想要省一點能量啦 所以才這樣發揮 然後他選擇伊佩德塔爾上來 那對手看到球聯姆的時候 那兩隻已經怪上來了 剛那一場是3康特嘛 這一場反而被康特回來了 剛好一隻打一隻 那大家集中能夠跟那一隻暢翔打成那樣算是不錯了 只是後面的伊佩德塔爾 在飛行系能夠壓制草悉的情況下 薩霧德這邊是沒有救的 最後球聯姆上來遇到絕對剋星鋼系 是完全沒救的 所以下場之後薩霧德上來了 目前雙瓶頓 那在對手巨星怪出招之前 快點把二隻暢翔給放出去 那如果說薩霧德最大的天敵 應該就是伊佩德塔爾了 因為二系打二是減傷的 在草系打飛行也是減傷 所以你說要他打贏伊佩德塔爾是不太可能啦 所以這邊不管怎麼做 終究結局會是相同 不過對手竟然開盾保了巨星怪 巨星怪這邊保其實沒有太大意 因為他的出招一定比薩霧德來得慢 反正這邊薩霧德還能夠掌握一些蓄氣的空間 但結局還是相同啦 因為伊佩德塔爾這時候上來之後 面對到半血的薩霧德 一個招式就能夠輕鬆撵過了 就算沒有配死亡之意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二隻波動出來 翔上也是直接打殘 那這邊招式並沒有有效的去傷害伊佩德塔爾 最終是會結束的 伊佩德塔爾算是大家比較能夠拿出來惡系的大神魔角色啦 因為就他的萬用性來說非常的廣泛 當然配照上還是會有一些問題存在著 如果你配二隻波動加蒸氣彈組合的話 就是比較難打妖精 那配死亡之意 那在這邊對到剛性的時候也是比較難處理一些的 好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是大家機通看到所有加雷歐 雙方的對決的話 所有加雷歐並沒有到很大的優勢 因為他的小招是以魂胸為主 魂胸會在打岩石系是減傷的 那當然的他有超能力系招式能夠打格鬥系 就要看一下狀況 好一下下來 喔傷害量比想像中的高很多啊 防禦一下將一階 那這邊選擇聖劍出去 格鬥系打所有加雷歐算是平平 就要看雙方的操作 欸 不過這邊雙方切齊的 此時再吃到一個精神之下可能會中傷 所以這一個聖劍下去之後 勢必得擋招 但我們出招數會比起所有加雷歐快一些 所以這邊是否要跟他拚呢 喔沒有直接放掉了 目前所有加雷歐的配陣後面比較多是龍系 所以硬保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 所以此時讓球衛姆上來想要硬點掉 所有加雷歐單身可惜對手殘血出大招 剛好升一地啦 所有加雷歐的坦度太好了 好 技能接下出來 上來亮普普 防禦下降一階之後 這邊如果對手龍系上來會很尷尬 喔 不過是立刻換角了 讓薩爾德面對到萊希拉姆 此二隻波動好的時候直接出招 讓對手換角了 傑克沃姆上來 是火龍跟雷龍的組合啊 二隻波動出去 平上大擊 對手保住了他那一隻萊希拉姆 要打我們球連姆 畢竟傑克沃姆本身是怕兵的啦 至少萊希拉姆是平上 這個切角算是還可以 但是他並沒有擋住第二個二隻波動 直接讓傑克沃姆中傷啦 那這邊應該是會直接保盾 然後用招式去撼動後面那一隻萊希拉姆 看起來有點尷尬 應該是沒辦法放得早 所以這邊喬雷姆是直接上來了 冰封世界下去 有點麻煩的地方是對手要兩盾了 但冰封世界下去之後他的攻擊一下降 龍喜能夠直接吐掉比較好 這邊是擋招 只是擔心我們這邊龍喜還沒把他點掉的時候 萊希拉姆就會用招式把我們收掉 好 龍爪出去 這龍爪出去的話他一定會擋 就是浪費掉一踢啊 好 萊希拉姆 此時剛好剩一滴 如果龍爪沒放的話 可能這邊對手萊希拉姆會直接下場 所以導致我們這邊殘血下場了 最後薩德上來 哇 草細打 這個萊希拉姆殺量很低 但是最終好險還是把他K掉了 哇 用被雙抗的小招 騰遍把火龍鞭下去啊 不太容易啊 好 我們就下一場 喔 這一場在大時間我們看到B級了嘛 比較少見啦 因為這CP落差有點大 一個是4181 一個是3409 差了700點 但是論屬性的話當然是B級佔優勢啊 不論他有聖劍或者夜刃都能夠有效打擊我們 但劍克各自單條的話B級佔優勢啊 他是三隻一面唯一不怕格鬥的 那這邊是否能夠去有效打擊 欸 不過對手這邊擋招了 擋完招之後連續出招 那這邊換角的話很辛苦啊 不論是球雷魔騷的也是怕格鬥 所以今天的組合是三隻都怕格鬥啊 如果你在超級模或高級模 你是沒辦法怎樣配的 因為格鬥系其實那兩個賽事還是蠻多 但大十雷魔的話是可以這樣啦 因為目前格鬥系確實是缺一個體質比較好的角色 相對如果會用格鬥系招式通常是別種屬性 好 球雷魔鬼這邊上來吃到聖劍之後剩下半血 那接下來在對手出招之前快把龍爪放出去 哇 這隻B級佔快要1打3了 那龍爪下去之後對手B級佔直接放掉了 目前一頓的優勢 但是我們剩下1隻半 欸 不過這邊是洛卡上來 但是因為玩家並沒有換角 反正持續打下去 而且把兵弓式直接放出去了 這邊兵弓式直接放出去不太好 因為如果對手來個切角的話 這個招式降攻就沒有意義了 你可以看到 其實可以擊到冰風世界之後立刻讓薩露德上來 像現在這樣薩露德能夠壓制作一隻蓋歐卡 如果球雷姆了冰風世界還留著 就能夠讓最後的戰局變成一隻二打一的局面 冰風世界降洛奇亞的攻擊力 薩露德相對處理起來會更輕鬆一些 不過其實也是沒有差啦 因為我們可以發現到目前是2盾 等於是說洛奇亞最引以為要的飛行機招式是打不到 草汐的薩露德 終究可以用二隻風收掉他 好 那這邊是輕鬆獲勝啦 剛好最後一隻的薩露德是有賭到蓋歐卡 蓋歐卡的屬性在被壓制的情況下 會被對手練功練到很嚴重 這是蓋歐卡玩起來比較尷尬的部分 好 二隻風下去 對手洛奇亞扛得住 洛奇亞的坦度確實很好 你有時候拿那些屬性牙齒的招就打他 打不到一半你會懷疑說這招式是怪怪的 那一下不行就來兩下還是收掉了 好 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帶他吉隆遇到的對手是蓋歐塞克特 開局這角度看不太到卡扎 對手在用小招的情況下是有轉個身啦 看起來好像是兵器卡扎 因為兵器的話在大水盟會比較萬用一些 那兵器的話打我們帶他吉隆 並沒有屬性上的壓制是還可以打 不過第二下聖劍出去的時候對手換角了 這邊換的角色會是誰呢 聖劍下去 打到鬼龍殺量極低 對手雙抗 但打到之後並沒有立刻換角 反而多打了幾下 中途是讓薩德上來了 畢竟現在目前鬼龍還是以幽靈系為全部的配招啦 那在後面有一隻絕對壓制的角色的時候 你就要怎樣操作 盡量讓一開始 那些角色把向上農到極致 加上對手剛剛有一個漂亮的切招擋招 讓他廢掉我們能量 我們要把他補回來 道德除了我們剛剛講說不能打一配的塔之外 本身惡系跟草系會被蟲系給雙克 對手小招殺量應該算是非常卓越啦 而他也能夠抗草系 但至少惡系招是打他算是平上 整體來說盡量抹一點氣量上再去消磨也是可以 然後這邊不能讓對手把順利給拉回去 如果玩太多的話 球雷姆遇到甲諾塞克特會非常難打 而對手追著角色 又是萊塞納摩上來了 萊塞納摩這邊上來的話 剛好殘血出大招 剛剛好勝一敵啊 這一下算是價值天城啦 至少把他的血量上打殘一點 球雷姆開一個盾就能夠守掉 然後最後2打1去面對甲諾塞克特就能夠獲勝了 甲諾塞克特在大神戀盟其實算是比較少見啦 但認為雖然他的屬性上只怕火 但是整體的用途一般般 好這邊只用一個聖劍出去對手甲諾塞克特再次上來 但他雞雄雖然本身怕鋼氣招式 但是以這個帶卡帶的甲諾塞克特來說 應該是不會帶鋼氣的大招 好 高可疑光炮直接把我們打殘了 這邊血量上有一點危險 但是好險還是把聖劍放出去 可以收拾掉殘血的甲諾塞克特 酋戀姆上來還是能夠去打 但是萊西拉姆就能夠輕鬆獲勝 好 目前剩下1盾 酋戀姆上來 直接把他農下去以後龍爪補上去就獲勝 好這邊擋住對手的招式 是用死之撿出來 死之撿算是目前甲諾塞克特能量上比較短的 好 對手最後就跳跳 好 那我們就下一場 來看一下這場對手 戴拉吉隆遇到的是 喔 喜多蘭的這邊是順風啊 剛系是怕格鬥的 那對手應該會立刻換角 而且他火系招式打我們也減傷 所以開場絕對順風的情況下 對手讓洛奇亞上來想要緩衝 那我們今天陣容上 要說完全壓制到洛奇亞好像沒有 因為對手如果開盾硬打還是很難打 不過我們岩崩出去對手竟然沒檔 所以他是不可能強行把順利給拉回來的 相對的這邊還是能夠讓大家借用遇到 喜多蘭的絕對壓制他 欸不過對手的洛奇亞 沒錯招式就下場了 這邊有點尷尬 好 他喜多蘭上來了 洛奇亞應該至少放一個神妖猛擊出來 會比較好一些啦 導致目前的球衣姆血量上非常多 本身屬性上也是平傷火系招式 那對手的喜多蘭如果打太久 我們這邊冰封世界一直放 攻擊會下降非常多 會讓我們的順風更順喔 好 那此時沒有掙扎了 龍爪出去盡量耗血 那對手應該是火焰熊或賊幫我們收掉 但是有點太貪心了 因為冰封世界降一階攻擊之後 喜多蘭的傷害量影響到非常多 最後查身一滴血的情況下 大家集中直接上來 但遇到最後一隻角色是烈空座 這場有點麻煩喔 因為我們的薩霧德是 有點難打烈空座 所以要仰賴大家集中的話 其實出招數也沒有到很快 那第一下選擇聖劍出去 聖劍下去 打飛行減傷 但是能夠逼迫到對手開盾 這一場有一點辛苦啊 那炎崩這邊出去 如果對手擋下來的話 剩下的血量會被他的熔尾給擺掉 最後薩霧德會遇到廣於破壞連防 比較麻煩 哇真的是如此 烈空座有點麻煩喔 烈空座在目前大神盟 確實是非常的強 因為你只要沒有看到妖精跟剛性 他的招式能夠打出來 他就能夠開盾把你搶去 是一隻非常麻煩的角色 而且他上來的時候 就算遇到逆風也能夠用廣於破壞降臨的攻擊力 延伸給隊友 所以他的處理方式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不過因為玩家這邊竟然切交擋招成功了 選擇秋蓮姆上來 一滴血扛一個廣於破壞 而且讓薩霧德的攻擊下降給取消了 不過此時對手的西端上來 龍岩風暴出來擋招 用層邊把他編下去 這邊他又出招了 火系打掃這一點 薩霧德能否扛得住這個 龍岩風暴 這個傷害量好像有點低啊 比想像中還要低的傷害量 所以導致我目前還吃了兩個龍位 並沒有把獵空座幫我們擺下去 二十風出去 把獵空座打到殘血之後 但是還是沒有救 薩霧德的坦度比想像中高很多 龍岩風暴畢竟屬性上壓制 但還是很可惜 是被對手給拉回來了 好我們今天做一場 做一場看到超夢啊 逆風 換上球連姆山來緩衝 當然對手也上地牙烏卡 這畫面算是這一季 看到蠻多次的 那當然就是一個冰封世界下去 然後如果對手答應的話 龍爪出去能夠拉回順位 或者是多賺一盾 但通常是不可能啊 反正就會在我們出招之前 把招式放出來 欸這邊 他還是算到切齊啊 這個非常會算 一體的小招能算那麼準也不容易啊 好鐵頭出來直接收掉球連姆 而且他把蠻多卡牆上壓的比較低一些 說不定還有機會再放一個鐵頭啊 那格鬥系雖然能夠去打鋼 但是格鬥並沒有抗鋼 欸但是他這邊竟然直接下去了 並沒有按到招式啊 好導致目前超夢遇到了 向上稍微比較多的戴阿姬 我們算是有稍微拉回來一點點 好銀崩出去之後 對手並沒有擋招 好龍土七角擋招 稍德上來 對手也沒有出招 而他最後角色 顧拉多上來了 看起來這場應該是要結束了 因為草系本身能夠抗地面系招式 那雖然顧拉多有火系的火焰犬能夠出擊 但是一下下來其實 殺害量真的偏弱啦 稍德都能夠扛住那個熔岩風暴了 火焰犬會怕嘛 好那對手連續出招 火焰犬連發 此時薩德就是連續兩個槍一邊打 如果他硬擋的話 那戴阿姬龍將會上來一打二 就會手工了 好對手放棄一顧拉多了 最後剩下超夢上來 這邊超夢上來的話 趁著薩德殘血想要收掉我們 但是我們的薩德可以出招 所以至少要壓破你一頓 那戴阿姬龍面對到超夢 還是比較辛苦啦 但是應該選擇聖劍去打他 然後把他做一頓逼光 然後再壓制他 不過其實對手現在先出招了 超夢的話坦度真的是稍微偏弱 所以不要看他超能力氣的 聖劍還是有辦法去 有效的 把殘血的超夢給打掉 加上盾出招數 其實戴阿姬龍是稍微快了一點點 所以這邊聖劍先出去 逼到對手開盾之後 再補一發 就輕鬆收掉了 所以最後靠著薩悟德以及戴阿姬龍的出招 把超夢給壓下去就獲勝了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我們今天看到五星團體戰頭目 戴阿姬龍再次在大四葉蒙對戰中使用了 靠著二連體的高序呢 配合著聖劍以及炎夢的初級 可以說是非常之萬用 不論是遇到任何角色 他都有辦法稍微的去魔血 甚至絕對的壓制 雖然本身屬性弱點非常多 但是靠著輪轉以及招式的初級 還是有辦法讓他在大四葉蒙裡面生存 所以我們今天在影片中能夠看到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覺得戴阿姬龍不錯的話 不妨在團體戰的期間能夠多抓一點 那麼最後的話 我們要再次感謝 YUNO玩家提供精彩對戰影片 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